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我今天是以素顏的狀態跟大家見面 所以我現在講話會有點沒自信 等一下上完妝就沒事了 請幫我按個訂閱吧 那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推薦一罐我最近用到還蠻喜歡的粉底液 叫做愛若西超持久完美抹到粉底液 它長這樣 那這個粉底液有什麼特點呢 這粉底液對我來說我覺得用起來的感覺是它的遮瑕力蠻高的 而且比較薄也比較輕透一點比較不會有黏膩感 而且重點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很持久 因為我是一個只要化完妝我就不補妝 除了口紅以外我都是不補妝的人 所以一個持久的底妝對我來說就是變得非常的重要 你可以看到我的膚況我有鼻子過敏 每天早上起床都會打噴嚏的那種鼻子過敏 所以我的黑眼圈很重 然後加上我的膚色沒有很均勻 然後臉上有一點點 一點點細細小小的斑 這個太陽曬出來的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我覺得比較辣黃一點 另外想要講的就是我還蠻喜歡這個瓶子的設計 就是它是真空瓶 一開始打開的時候壓會壓不出來 那是正常的 多壓幾次就會壓出來了 千萬不要把頭打開 因為只要把頭打開之後這個瓶子就廢了 然後會一起跟大家分享如何快速10分鐘上妝 好那先把我的瓶子貼一下 我等一下先上這一半邊熱點 我上妝的時候通常都是用手指頭 我覺得用手指頭是最快的 那我先擠一些在手上 我先點 看得出來有差吧 就是這一邊是上 我先上一層底妝的臉 然後這邊是沒有上妝的臉 然後這時候我通常都還會再加一點點自然裸的顏色 因為我的黑眼圈比較重一點 我會用一點點霧光白 然後加一點自然裸 然後去修飾我黑眼圈的部分 看得出來吧 這邊是上過妝的 這邊是沒有上妝的 比較現在 好我現在要把 剩下的一半也上完了 那這上底妝這樣就完成了 剛剛講到我要一起來分享了 十分鐘快速上妝的過程 那因為我是一個就是上班日 只要聽到鬧鐘想 就很想賴床的人 我從起床到出門其實時間非常短暫 大概只有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 需要把我全部處理完 順便把妝全部化完 所以快速上妝對我來說是一個 培養出來的技能 那我們剛剛上完粉底液了 那我接下來就來 一起來分享一下我上妝的步驟 那上妝步驟第一件事情是上 上底妝 底妝我現在上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眉毛 眉毛 感謝原廠生的這麼好 就是完全不需要畫眉毛 只是因為我這幾年都是有在 染頭髮 所以我的頭髮的髮色都會比較淡一點 這樣就等於我眉毛看起來 太濃太黑 有點比較 比較 兇神惡煞的感覺 所以我通常都會把眉毛染淡 稍微染淡一點 就好了 然後我的步驟就是會先上眉毛 然後藍眉膏 接下來就是畫眼影 畫眼影 眼影 我有四支筆來畫眼影 先把眼影打底 眼影的顏色我偏好紫色跟紅色系 我個人 因為我的眼影圈很重 所以我畫 我只要畫咖啡色系 看起來就是會 非常的 沒有精神 而且看起來眼睛就是 整個 我就不好看 所以我 還蠻喜歡 就是上 紫色系 或者是紅色系的眼影 我今天挑的是紫色系的眼影 所以我平常就是戴的 眼影 通常上完眼影之後 我就是上眼線一筆 就是把眼線畫完 我的重點都是在眼線的部分 但應該怎麼說呢 就是 我平常不太會畫睫毛膏 因為我覺得睫毛膏 要卸妝才是太麻煩了 所以我 我很少很少會上睫毛膏 除非是特殊 重要的場合啊 或者是重要的 需要去做整 需要 特別完妝的 場合 不然一般上班來說 我不太會 一般上班或者出去玩 我其實不太會畫睫毛膏 然後我有 我有不太喜歡 就是 一個顏色 一支筆欄兩個顏色的 癖好 所以我的 眼線 眼影筆 通常都是四支 然後我通常都疊四個顏色 所以每個顏色 就是用一支筆去 好 這樣子 這樣就是 我的眼影就完成了 好 接下來就是 眼線液 眼線液我就需要一點 加上畫眼線 所以我需要鏡子 畫眼線 我比較喜歡用眼線液 因為 比較快 只要 畫一下就會上去 這樣就一隻眼睛就畫好了 我們家附近有一個 私人的機場 所以一直都會被飛機干擾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真的是腮紅跟口紅 我的妝就完成了 好 我剛剛講我們家附近有一個 那個 私人的機場 然後加上最近有 好像有飛機的表演吧 所以最近很多 就是 飛機飛來飛去 每天都覺得超煩的 好 好 然後 妝就畫完了 對 只剩下口紅而已 以前我通常出門的時候 我都不會畫口紅 口紅都會等 吃完早餐之後再上 接下來就是 整理一下頭髮 OK 就換 再換 所以我以前每天 早上出門都是 大概20分鐘之內解決 我個人自認為就是 如果要上妝啊 加 就是 加穿衣服 我加 整理自己 從 起床那一刻到 出門那一刻之後 20分鐘對女生來說 應該算是蠻快的 4分鐘我也蠻快的 好 那 今天的妝就完成囉 它就是 平常的樣子 好 現在開始講話就會 比較有 自信的感覺 今天的重點 除了就是 10分鐘快速上妝以外 還是要講一下這個 艾若西超持久 完美抹到粉底液 以往如果我是上 平常我都上 CT霜 然後加 氣墊粉餅 可是如果我上這粉底液之後 我就不用上 氣墊粉餅了 就直接上粉底液 然後它幫 同時幫我遮瑕 幫我 遮黑眼圈 然後幫我 這個叫什麼 修容 那今天的分享就 到這邊囉